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殺戰的片尾彩蛋分析 這支影片只會短短的介紹一下 關於殺戰這部電影的一個片尾彩蛋的內容 有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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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影片有雷請務必注意 不管殺戰會不會是DCEU的最後一部電影 明年的猛情小隊還有神力女超人1948 會不會真正變成了獨立電影 殺戰的結尾還是出現了穿著正義聯盟當中 超人裝的某個人物 就像水行俠的片尾段落暗示了片中的人氣反派 黑服糞並沒有死亡 並且有可能會跟新的反派聯手在下一集 繼續的出現 殺戰的片尾段落這更為有趣了 我們看到了一隻小小的毛蟲 在跟這一集的反派西瓦娜博士講話 並且似乎要提供他更強大的魔法力量 似乎暗示下一集殺戰的反派 並不是讓人期待已久的黑亞當 而是在前面永恆之眼那邊就已經出現過的 Mr.Mine 寧思蠻 這個傢伙是來自於精心的外星怪物 維納斯精神控制乳蟲種種族 他擁有著高智商並且可以控制心靈的能力 來到地球仕途要統治這裡 在漫畫中他也成立過邪惡怪物協會 集結了許多的反派人物 這個組織的目的就是要打敗 在殺戰、比利貝特神還有他的家人們 可能在永恆之眼主角們打開那些門裡面遇到的怪物 還會在下一集再度出現 他看起來只有小小的身體 並且很搞笑的只能用脖子上面的那個小小的儀器講話 擁有精神控制能力之外 還可以像宜然一樣擁有變成超級巨大的能力 要跟這樣的反派對抗 我覺得下一集的殺戰一定會比這一集還要鬧 應該還是會像這一集一樣 只有一個喜劇動作風格的超級英雄 怎麼有種魔人啾啾跟飛天小女警的感覺 至於巨石強生早就選好要飾演的黑阿當 這位殺戰裡面最知名的反派 也是整個正義聯盟亦敵亦友的人氣角色 要出現在殺戰的電影當中 恐怕還得再等等了 目前是說要先拍攝他個人的獨立電影 但要拍攝的時間也還沒有確定 我們也只能期待後續的消息了 原本這支影片的內容是講到這裡 但是昨天有一個網友跟我討論一件事情 讓我覺得好像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他跟我說他看完之後他覺得這部電影很好笑 並且有一個地方他覺得特別好笑 就是諷刺洛基復仇者聯盟第一集要爬上大樓的部分 我一開始沒有搞懂 後來他說有一段台詞提到洛基 然後並且說難怪他會想要來看這裡的景色 我就知道他搞錯了 這裡指的洛基並不是 Tom Hiddleston 演的那一個漫威的洛基 而是他們居住的那個城市 費城在殺戰出現之前的一個超級英雄 由錫薇斯·史特隆飾演的經典全集電影 他演的洛基那個角色很喜歡跑到那個樓梯上面 然後去俯瞰下面的景色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電影小知識 所以不要搞錯了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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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